第二次 银跑 我的大银跑 啊 硬藏 好吃 好吃 老大 但是不好了 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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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是我们呀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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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劫气精灵追到樱桃园了 慌什么 我堂堂年少 还怕几只小精灵不成 这可怎么办呢 讨厌的精灵总是追着我不放 难过 我樱桃都还没吃成呢 好了就没了 天双 老大在干嘛呢 这都不懂 老大在憋大招呢 不愧是老大 我得想想办法 引开他们 嘿嘿 有了 老大 有办法啦 你们拿着这破开境界的法宝 返回解析基地 把精灵从这里引走 老大 我舍不得离开你 让低手去吧 我感冒 我感冒 胃疼 脚抽筋 等你们回来 就有大樱桃吃哦 我保证 老大 我舟鲜 我去 老大 我病好了 四十万您服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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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抄心破甩的境界线 可恶 好像是你而受 我 我又忘了 这是石头 不不不 不 洛击家伙你 别催我 装备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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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兽 你还敢回来 啊 啊 啊 假的 啊 火娘 李春 天兽地兽又跑回来了 我没拦住 啊 我们快回节气基地 啊 啊 等等 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年兽的钓狐狸善计 管他什么计 那你就完事了 李春 你说该怎么办 一个鸡头能开出鲜花两朵 我们也飞成两队 平度 你在这立下立东 挡回节气基地 帮助火牛 嗯 那我和你们留在樱桃园 继续寻找年兽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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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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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这樱桃树怎么还不结果呀 嗯 看来气温还不够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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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 再热点 让我的樱桃长出来 神器有狗啊 猎妖 他们在哪 又是这样 天枪 在前面 啊 这是什么 好像是年兽雪人 雪停了 李淳 年兽 水 吹山 满天秀业 别跑 别跑 这暗示的冰块 你怎么把他们引来了 你怎么把他们引来了 站住 傻子才站住 猎羊 猎羊 一小幻影 我躲 天寒地道 猎羊 年兽 这下看你往哪儿逃 雨水 看你的了 先赶紧恢复气温 五号虾衣 且起归位 好 走 猎羊 猎羊 太好了 猎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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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兽呢 又被他逃走了 可恶的家伙 可怜的老大 饿坏了连石头都吃 懂什么 老大在修神器呢 可恶的节气精灵 还有这破神器 我最讨厌的就是大雷了 马上就是惊车了 我讨厌这个节气 我一定要阻止他 在太初令制定实行二十多年后 太使令张寿王 对太初令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太初令和二十四节气 并不准确 没法帮助人们 制定生活和工作的计划 于是 喊召地下令 在上林青台等地 被十一种立法 进行了三年时间的 观测实证 经过时间代比 太初令被证实是 最准确的立法 而这场实证中 徐万俊确认 太初令最精准 名列第一